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平时保护眼镜 不让眼镜近视 所买的一些 这个好东西 这个是蒸汽眼罩 然后这个是 护眼贴 这个是我每天都会吃的 两美 每天都吃 每天都吃的特别好 这个是在 美台又喜欢买的 这个都是在网上买的 这个是我昨天 昨天回来的这个 艾草野贴 这个是 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以前用过很多 不同品牌的这个野贴 这一款还是特别好的 就真的有那个艾草的味道 玩得特别舒服 真的是我 比较强烈推荐的 这一款 它拆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就把这个贴到眼镜上就行 这个是我已经用过的 它已经干掉了 然后这一款是我最开始用的 这个是南京同仁堂的 看来这句话写的多好呢 炮制虽凡 必不可省人工 品味虽贵 必不改 解雾地 但是 南京同仁堂的这一款 它是这个包装的 包装挺好的 包装是比这个包装要高级一点 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送人 你说效果的话 这两款你看 都是 艾草野贴 但是这一款效果会更好一点 就这个牌子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这一款 艾草野贴 这个是南京同仁堂的 这一款 我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是我就前段时间购买的 但是这一款 艾草的味道 明显要更重一点 效果要更好一些 价格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一款 这个是广耀白云施压的 它这个是蓝莓黄叶素 这一款我还没有拆开呢 所以说 我不做评价 但我看了一下 它的很多这个产地都是 都是河南省艾阳式的 你看这一款 这一款也是河南省艾阳式的 就人家这个地方可能 就是做这个 惠野贴 做的是一个产业地 虽然你看都是 品牌挂的不同 但是这个产地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南洋式生产的 蓝莓 这个蓝莓的话 这个是密鲁进口的 好吃 所以说价格 它都不是很便宜 基本上125克 都在8块多9块钱 这个样子 但是我喜欢吃 对眼睛好吗 然后这就是蒸汽野罩 蒸汽野罩 这个就是 是很常见的 就有的时候晚上带上 这道光 这道光线的 然后睡眠会好一些 这个就是我自己用了两个 用了两个 就它一样是大同小异 一般就推荐 大家都是买这种的 这种呢 是带个一两次 它就怂了 就不好用了 但是没有关系 是吧 多买一些 对眼睛好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都是值得去投资的 因为等到你眼睛 有一天近视的需要去做这个激光手术呀什么的时候 它就迟了 因为那个都是有副作用的 包括带上这个近视野镜这些 带得越久 它越会有这种依赖感 所以说趁着野镜没有近视的时候就要急早 做一些这个必要的这个保养 然后今天就简单给大家分享到这里